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水手做美食 圆白菜是现在的应急素材 很多人都喜欢吃 今天我来做一道手撕圆白菜 西红柿两个 先把西红柿切花刀 用开水烫一分钟 然后撕掉西红柿的皮 把西红柿切成薄片 一颗圆白菜切开 把圆白菜撕成片 大小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热锅 放入食用油 油烧七分热 放西红柿 翻炒 炒到西红柿融化即可 炒到西红柿融化即可 大火翻炒 加盐 翻炒几下后起锅 这样一道手撕圆白菜就可以上桌了 清淡爽口 色香味俱全 美食就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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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路上 有点油烈的 有点油烈的 插在用油烈的 有点油烈的 有点油烈的 油烈的